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攻略 崩帖,杀金攻略培养成本最低5 请靠防御等一顿加双暴加抵抗 杀金配对光追 杀金培养 不带圣骑士选食水势可行吗? 杀金需要多少个防御主持条 充能神速度写怎么取舍 杀金最细致的培养攻略 杀金,值得抽取吗? 不玩最低对,要不要抽取杀金? 有杰哥,要不要抽取杀金? 平民玩家抽0加0是否能玩? 出杀金还是霍火、浮穴、罗刹呢? 杀金能不能打输出? 抽到了该如何选择仪器、光追 第一,杀金这个角色 我定位了几个关键词 给盾的生存位 生存位里输出还不错 吃防御双暴 全队可得50%效果抵抗 一丢丢的增伤 和追击队有一点关系 但绝不代表追击队刚需杀金 可以放在黄泉或者追击队是适配的 但是记住一点 不论你玩不玩追击队或者黄泉队 都可以抽 主要看的是你生存情况 如果一个信念生存都没有 那么可以直接抽了 如果有一个 那你要自己体会一下 自己另一队生存压力情况 如果感觉生存有压力 就去抽一个杀金 0加0能不能玩? 绝对是可以的 没问题 有杰哥可不可以不抽杀金? 可以 但你要知道杀金确确实实比杰哥强 看得着你认可吗? 第二 杀金面板 那么看到这里 你还想了解杀金的详细情况 来 我来给你看看号 朱军点赞了没有? 来 0加1杀金毕业面板要求 3500次以上防御 22以上暴击率 暴伤200加 速度堆到134加 想达到以上毕业面板 那么仪器需要如何选择呢? 衣服 暴伤衣 鞋子 速度鞋 绳子 防御绳 球 防御球或者虚数球 副词条 主要有效词条为 速度 防御 暴击 暴伤 副词条 最低最低的厌性要求是 一共歪除来3点以上速度 其他都可以 双爆和防御 其中需要注意 因为杀金的额外能力 杠杆能提供48暴击率 所以暴击率 适当堆一下即可 对了 如果有一点效果命中 也是挺好的 因为弓追是基础概率 吃效果命中的 第三 杀金的仪器选择 外圈静庭教终的圣骑士 四箭套 或者玩2加2散搭 比如 静庭教终的圣骑士两件套 2虚数套 或者 毁净粉骨的大弓两件套 都可以 很灵活 很简单 当然 如果玩黄泉 或者追击的队伍 杀金也可以带4死水 内缺 出生者的贝罗伯格 或 折断的龙骨 品诺康尼 需要注意队友 当然 打伤害的话 也可以选择停转的赛亚索图 这样在保证 杀金生存能力的基础上 也有了输出能力 第四 攻追选择 首选专武 命运 从未公平 其次 制造 命运之限 自胜的瞬间 这就是我 两个人的演唱会 等 也可以充当 夏威替代 当然 黄泉队 也可以用 宇宙市场趋势 来给黄泉 更快的叠成 第五 命座抽取建议 在讲抽取规划之前 我先给你聊一下 你自己对号入座 和 思考 请问 你的主C 是2加1 及以上吗 请问 你的拐 是2加1 及以上吗 不是 那不是 那你不应该先去把 say 和拐的命座 拉上来呢 生存位的资源 留下来 当然在这个期间 你可能会因为 没有好的生存位 燃受一段时间 不过 完全可以暂时先用 纳塔莎 加拉赫 佛祖 杰戈戈 白鹿 等 等你say 和拐的命座 起来了 再去拿余力 抽生存位 不然的话 你的游戏体验 总是跟不上版本的更新 如果你确实缺生存位 或者想抽杀机 加0可娃 其次 0加1 还是1加0 如果三斤的话 2加0 大于1加1 一命在增加 全队爆升的同时 大招也具有了 排盾能力 使得杀金 在一些场合 可以 EAA 缓解 队伍战绩点压力 但是相比较光追 还是光追的性价比 更高一些 二命 虎弓 降低对面 12%抗血 在战绩起手后的 第一动 即可以完成覆改 以后 你哪怕只是全场A 杀金保贼能力 都很不错 四六命 均提升了杀金的输出能力 第六 配对问题 杀金作为2-0的限定生存 在目前的胜院和虚构环境中 是完全够用的 如何频繁和稳定的触发杀金变动 是更需要考虑的 首先是托帕 真理等 追击为核心的输出角色 追击对玩家 可以考虑杀金 不过考虑之前 请先看一下 托帕 是否是1加1 如果不是 那你需要思考一下 如果现在抽了杀金 未来托帕复刻的话 你是否能把托帕 补到1加1 如果可以 那放心抽杀金 杀金是非常契合 追击队的生存位 其次是 机子 黑塔 等长处角色 也能更快地 给杀金叠被动 最后是缺生存位的 萌新玩家 或者有翼金 甚至更高条件的玩家 可以考虑抽一个 作为杰哥的上位替代 不仅提供全队 护盾的同时 也增加了效果抵抗 有效解决了杰哥 被控 导致大招 放不出来的问题 需生存 且是黄泉队伍的话 也可以考虑抽一个 当然 杀金放在其他 绝大多数队伍里 也是可以的 个别的角色 不适合 比如认 第七 杀金的核心机制 杀金的第一大能力 护盾如何触发 第一 战斗开始时 为我方全体提供护盾 并且提供50%抵抗 持续三回合 第二 施放战技 可以获得三回合的护盾 护盾还可以叠加 第三 施放追加攻击 可获得护盾 持续三回合 杀金的第二大能力 追击如何触发 需要杀金的盲柱 击斩到7点 可溢出3点 那如何击斩盲柱 第一 施放大招 给随击1到7点 独狗有木有 第二 队友授机 给1点 第三 自己授机 给2点 第四 带着杀金盾的队友 发动追击 给1点 这里做这期视频呢 是因为我昨天 大宝底出了杀金 所以我相信 很多是小伙伴 在抽到杀金后 都需要一个 比前瞻10期 更具体的杀金攻略 和了解杀金的角色定位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